齊奧塞斯库被槍斃那年是什麽年 知道嗎? 十了年 這兩口子曾經被埃及巫師給他說過 兩不能做 他說你們未來的五年是大凶啊 要裁除當時在羅馬尼亞的一個教堂 二 說要用兒童的血來祭奠他 羅馬的四大教堂之一被他幹掉了倆 完全個人崇拜 把他逾越為羅馬尼亞水神火神 奧琳娜被逾為被上天加持過的女神 個人崇拜民族主義在羅馬尼亞當時到了一種你無法想象的程度 而且基本上兩口的執政 毛澤東對齊奧塞斯库和奧琳娜有過精彩的評價 認為這倆人是政治天才 一個是管軍隊 一個管錢 所以說你看齊奧塞斯库把整個羅馬尼亞錢全偷到了英國去了 全弄到歐洲去了 而且他很重要的相信中國風水 一個屬馬的 一個屬龍的 但是你知道當年這個中國大師還真一陣蒙對了 說你們有難可逾越之災198 非常大的逾越之災 難得之災 命之災 在這種情況下你看到當年直接在十二年被幹掉了 所以說你看看他們整個 習對齊奧塞斯库的事情之恐懼是非常可怕 他相信 後來齊奧塞斯库兩口的深信不疑 是被別人做了巫術 就為找做巫術的人抓了上百個人 有的人被槍斃了 個人崇拜 民族主義 絕對讓別人不信神 祂是神 然後大量的使用巫術 今天對盤苦做的事情 今天我告訴大家 不是共產黨說假的無神論 它是徹徹底底的一場政治巫術 也是一場大的政治的巫術 跟過去漢朝 商朝 包括司馬懿之後的晉朝 還有這個唐朝最後沒落的時候 包括武則天 都是一定是無窮無盡的道士 無窮無盡的所謂的神學之士 而且大量的事情 古 禍 妖術 巫術 治理朝廷 一點都不差 包括大清朝 慈禧最後相信的都是什麽 這道數 那道數